他喉咙那么疼,哎呀我看他手疼啊 那手接一块了往上绑,哎呀我天哪把那线给挑开,哎呀我天哪 太不是个东西了 算了,这克烈我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哎 克烈一级血有点多,不是那么特别好打,而且他带的是点员传送 胃酸不能,为啥不能融化金属,能是能,就是不好消化呗 这上来就套点严啦,他生了,我们撤吧 他没生答不了啊,一定小心 这小子没生答不了 把饼干吃了,包女儿马上到 包女儿是马上到的 直接上来 别让他打着 你为什么少A了一下感觉啊,兄弟 这也能换 那包女儿少A了一下好像 他没在玩好感觉 多A一下没准换不了 他也不是很亏吧,还好吧 其实我亏了 我跟他们这么打,我亏了 他拿银头,我啥也没拿着 这边得升三 不升三容易被塔下枪杀了 他确实是能塔下杀我 他直接塔后走,我们没啥办法 等他把W用了 等他把W用了 爆发我扛不住 可以直接打 可以直接打 这边有W了啊,不能再打了 不好上啊 那一枪崩得有点疼啊 刀锋马上到啊 刀锋马上到啊 我估计他不能回家 他不可能回家 你应该是够呛了兄弟 你应该是够呛了兄弟 哎,银马来了 银马要没来就好了 银马来了 银马没来,维克托死了 刀锋其实有点怂了 他跟我杀维克托,我们俩还能换一个 我可以走的 他发信号了 你没看见吗 他发正在路上 我知道他要反哪 我知道他要反哪 这就一个眼神的事 兄弟 这不能怂 知道吧 刚才队友给你打信号了 你要是跑了 那你就是不相信队友 不相信队友 玩什么游戏 玩什么英雄联盟 我一看他想反哪 我直接回头干 而且我觉得可以反哪 只是银马来了 看来是不能开了 这边没技能啊 但是他有点炎 我这边一定不能上 我上去就会被杀 现在克列都出这个 都出日盐吗 他想找机会要杀我 不能跟他打 必须等点炎 跟这小子打 一定等点炎 点炎没好之前 不可能跟他干 我写太少了 他现在一定以为我们不想跟他打 但其实这波我要杀他了 三秒 两秒 一秒 我上了 咋 咋 咋这么烦人呢 刚要杀旁边来个银马 唉 这不随便杀吗 我天 旁边有个银马 可太各样人了 我把这银马杀了 你曉得是真心命大 回家了 刚才机会很好 第1 他没有Q,第2他没有W,第3他没有骸骨,第4他没有E 他Q,W,E全没有 很难受 不出三项,不能出三项,打这玩意出三项太脆了,打不过 我现在打那些出日盐的疑虑,分离者 吃了三成了 多我500块钱 我上边要把他杀了,我们直接起飞 他大啊 那么,我上边有 我上边一层 超辣 他700块钱分离者 现在他的推线速度比我们快太多了 兄弟们只要不死人 我就让这波克烈直接白去 这波炮车线直接用大型 一下加攻速 谁啊这么恶心 我操维卡托 我诅咒你 我诅咒你三四五六没有提 你这个笔 我诅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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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死你 你管闲事 管不管闲事了以后我问问你还管不管闲事了 这么恶心 吃个塔皮 我这边一次吃五层塔皮 他咔一个传送 相当于我们吃了两层塔皮 还行 我的塔要没了 这孟女过去能打过克烈吗 小心点 孟女 孟女 确实得小心 漂亮 这不然我可以吃一手了 这不然就许服了 人马可下路呢 漂亮 漂亮啊 卡一把冰线 我们清兵太慢 所以卡冰线来吃塔皮 这不还是我的吗 快走啊 克烈有大 直接溜了 他连鞋都没涂啊 这个塔给的呢 这样我们的法育跟他其实是一件的 第二件还是得卸手 这猴就是推线太慢 好灯 不追可以 哎 瞎谷打了呀 打瞎谷啊 这不 可恋老迷路 来 孟女呢 挺照顾我们的 东西多给他点啊 这孟女 这关克烈也没有大招 不太害怕的 他不不怕他去干干 这边的干干不了 我看看龙是谁家的 一人一个 一家一条 暴风三级把你做啊 你忘了吗 没有啊 没有啊 五级啊 五级吧 暴女二级就帮我抓了 暴女 杀了杀气了 我们先来干这个特劣 啊 还有 吗 他的戏区有点高啊 上当了兄弟们 这波不追好了 包女把我害死了 包女把我们给害死了 哎呦我这点有点多啊 回上路 哎呦我的小黄毛行啊 小黄毛 灵性啊 属丝是灵性了啊小黄毛 小龙咧 小龙可以哟 他们的AD死了 可以 可以哟 上边没个头叫闪了是吧 这边把没个头杀了 来小龙啊 这不打小龙 AD死了快点的抓紧屎干 屎干紧迫呀抓紧屎干 维克托尔在这里 小龙岛 我得过你看 出现了 人杀了 便宜还好 你听着 我得过 他说 我得过 他说 我可爱 先买个针眼 我们别人可以不杀 维克托一定得死 现在维克托必须得死 如果再不杀维克托 维克托直接起飞 一定能让他死一会儿 这怎么回事 不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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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置太差 我直接杀个AD可以 不要破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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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打了 那没有人能杀的了维克托 这一rust 你怎么回事你没完了是吧 维克托 维克托我现在杀不了你 不代表你可以有点不讲道理 明白没维克托 闪现转220不转 如果我不把AD杀了 我们家就会被迫要跟对面打团 这边龙团我们可能就会输 兄弟 这都是蝴蝶效应 你这边不杀AD龙不有可能丢了吗 这边留头要过来 不让他拆这个眼啊 这眼不让他拆 这边所有的地方都没有视野 这边其实很慌 一定得杀维克托 我再一会儿 我给你个头 打个大 不着急上啊 来找到呗 全死了 就剩我一个了 就剩我一个了 什么死光了呢 我这不白送吗 兄弟 DT死了 可以 大龙打不了 把银马杀了 链他 杀阿拉杀塔拉比 漂亮 链他 杀阿拉杀塔拉比 给我链他 漂亮闪现 大龙我们的了 他打死 漂亮大龙 龙啊龙啊 啥人还不打龙 那就一个流头 没有 没有去去 我 我 都没有去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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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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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没了就没了吧,小龙没了就没了吧 这波可以带打,对面如果再想打,我们这波跟对面打,这是我们家的回合 背人不好啊,往后窜,没关系 可以中推 不吉善啊,这边挡一挡,他们家只有流头或者是银马可以开,我就左边给你们看一眼,银马很有可能在屁股后的要后,看着没 这位的视野给他做好,一定不能让银马过来要后,看着他,我们就身当一个就是上去不怕死的角色,知道吗 一定不能让银马要后把我们这小花毛给孔了,孔了就直接就结束,对面反推一波 不能推了,回家 下一点装备春阁 他们家在高地这个位置,如果能赢的话,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银马 从屁股后的把小花毛捧到塔里边,正面团对面不可能赢 这边团有我看着那个维克图 不好推 这边团有我看着个人,你不看着我,是主要? 我把神 ziek一哥哥,是主要的部分人 能走? 大部分人? 我们大部分人在里面也弄得不冷 没什么啊 我打开小炮 人家要推上,推呗,推就推呗,他们家下楼也不可能没有人守 上楼可以推 来来来来,打我 兄弟们,那队友呢 卧槽漂亮 兄弟们,那团战一开,我上去一顶,咔嚓五六个人全跑了 就成我自己了 玩儿呢 我们家太脆了,那我给他们都扛下来了呀,他要是脆的话,这不给他们扛着呢吗 我看可能也没看他们的位置,他们位置可能不好过来,所以给我卖了 没事可以理解,下条小龙来 下条小龙我们势在必得 死就死了,没事 一共就这么一个前排,死就死吧 我有个丁下不 我有个丁下不 这这没队友了 这可不行啊 这又又又给卖了 小黄毛不都给收了是吧 那没个团一个人不把他都点死啊 小黄毛给我杀 小黄毛 递他 漂亮 给我拿下 各打各的 这旁边没有人 全手我死 进一赛了吗 没有 还得两码